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來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來教各位 解決AX8 360下載緩慢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到了設定 設定中的系統 系統點開 然後到這個網路設定點開 看你是有線還是無線的就選擇你了 像我的是有線我就選有線 現在到這個設定網路這裡點開 現在是已經連線的狀態 所以它已經有IP跑出來 然後像現在是自動的 自動它配給我的這一組是預設的 就是電信業者預設的IP 這個IP是中華電信的IP 然後各位可以看看我現在下載的速度是多少 我已經有再下載一個東西了 然後這個東西已經下載了兩個小時 然後才這樣子 71沒有動靜 已經卡在這裡很久了 其實沒有開在這裡 就是放著 我一打開來現在就71%了 然後我現在來改改DNS 看有什麼改變 然後點開DNS 然後按手動 然後打入你要的DNS 然後我是推薦這兩組 因為基本上這兩組就很快了 然後如果你們是這兩組還是不快的話 就是和其他組 然後我現在按完成 然後它現在重新播好了 好現在已經連上線了 可以那個選舉連線到S8LIFE 然後登錄 好現在再來看那個下載中的項目 下載速度或是%數是 是否有改變 請稍等一下再同步存檔 好現在要開始 71% 剛剛71卡很久 現在72囉 然後呢 73 74 有沒有 跟剛剛那種混彈不動的那種差別差距很大 然後很快的 這個讓我等了兩個小時的遊戲 最後那二十幾% 就要在這一兩分鐘內結束了 然後那個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改DNS之後是否 你看已經直接結束了 它連最後20%都不用跳了 已經結束了 已經下載好了 我等了那個 兩個小時的東西 不到一分鐘就結束了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到改DNS的好處 然後 它的那個差別有多大 然後希望各位喜歡 就這樣 掰掰